大陆一线城市竞争激烈 创业机会逐渐饱和 现在不少人转而选择 深入潜力的发展中城市 像是福建外海的这个小岛 原本是以传统渔业为主 近几年积极转型 如今从晶圆科技产业到旅游观光 都能看得到台湾人的身影 随着夏天逐渐到来 福建外海小岛旅游人气跟着攀升 只要是廉价几乎都是这种盛况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潘建文的民宿风格 但小岛上风大日照强烈 把花种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潘建文的三栋民宿 都位在网红景点长江澳周边的潭水村 其中一栋由潭水村的石头措 改造而来 由于历史十分悠久 装修的过程困难重重 本身做一些窗门洞 可能整面墙就整个垮下来了 所以不够牢固 我们整个基本上都是重新盖的概念 于是超大落地玻璃窗 还有自然海景都是民宿的标准配备 客房的风格也统一运用大海的元素 这些装饰品都是由潘建文 到海边捡食的贝壳漂流木DIY制作而来 有特色嘛 就是自己DIY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嘛 潘建文今年25岁 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半工半读 曾经当过日本料理的厨师 魔术师也在花店工作过 为了开拓事业探寻更多的可能性 2019年大学毕业之后到大陆尝试创业 作为创业的新手 潘建文并没有选择经济发达 商业环境成熟的上海杭州等城市 而是把福建外海小岛作为创业地点 同样看上这座小岛的 还有台湾的科技公司 在这里新建投资机体电路的测试 以及切割挑立的厂房 整体投资上千万人民币 切割挑立 现在下来封装 我就慢慢慢慢逐步的 这个整个财念 逐步的在平台都能够落下来 台湾科技公司从测试挑立一路见智 上下由服务在小岛上逐渐整合 对于其他科技厂来说更加便利 就是楼上楼下这么近的距离 我们对于我们的时效上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不用特地发往台湾 省了一个物流上很大的成本 陈梦邦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2015年就到小岛上创业 见证了当地晶圆产业 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创业六年以来 营收已经翻了八倍 料年前更在福建挂台上市 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入扩厂 随着产业链逐渐成熟 台湾许瑞峰也带着自己的技术来到这里 他在大陆工作三十多年 原被以身尊为发展基地 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 2019年转移到平坦 如今与多家台资科技公司 联合创立两岸机体电路产业促进中心 如果说封装厂进来 那我们整个机身电路的产业 就能达成一条片 就是整个上下游整合 台湾企业积极投入 台湾的银行也看到机会 频频登上小岛 努力开发客户 这个是一个新兴产业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未来 未来在科技业务上面 应该是业务比较寡 从科技业到旅游业 都能够看到台湾人的身影 福建外海的小岛正在转鼓大跃进 点燃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看东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